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 望组国际新闻时事节目时间 今节有我许流山 请大家记得like这段片 最重要帮下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channel 另外还有正向部再加上晒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鼎力支持 多谢大家 好了 今个早上要讲的国际新闻 第一单我自己 见到都觉得很远色 就是发生在20号的时候 晚上有俄罗斯国师之称的杜金 他的女儿 就驾了他的车 回家途中就 当场就归天 媒体就说回当时 那辆车就是装了一些爆炸装置 原先是杜金驾的 不过 神推鬼拱下就给了他的女儿驾 而跟在后面的 那辆车杜金真的看着自己的女儿 这么不幸遭逢意外 我想真是心都裂了那一只 怎么也好 要公平点说一句 对于战争来说 引发的人命伤亡 就算你说我是支持哪一方 觉得哪一方 总之是有生灵涂炭 搞到大家家园尽位 其实 俄乌战争来说 去到今时今日 你和我 都是受影响的 这个 是无可否认的 当然 有人命的损失 更加不希望见到 哪怕是 杜金自己去本人都好 就算假设这件事 不是遇到 是被他的女儿 適逢这样的意外 就算是他本人 我们都不希望会见到 那说回先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就在 22号的时候 就宣布了 就说这件事 已经叫做 蒸破了 原来 那个犯罪 那个人 是由 乌克兰情报部门 策划实施 还说 这样去令到 杜金的女儿 归天的兇手 他本身是乌克兰公民的 说他犯案之后 就躲在 爱沙尼亚 其实这一宗 襲击意外之后 俄罗斯的媒体 都将这件事 描述成为 是 针对 杜金的 暗杀攻击 亦都指控 幕后的兇手 是乌克兰 政权的 恐怖分子 等等 看到杜金的女儿 这一件事 自己都会想 其实 在 两国的 这场战争 里面 他的女儿的故事 其实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还有千千万万的人 他们的故事 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 比起这一次 更加悲壮的 一定会有 之所以 最近也都见到 他们双方 可谓叫做 交着状态下 不要说我们 跟进这些新闻 累 其实他们 俄罗斯 和 乌克兰 两国的人民 自己 都会出现 一个叫 皮态 如果 在这个时候 我们见到 俄罗斯那边 都有继续 为了作战 想着要重金 招摸新兵 不过 似乎 不是那么成功 当然 不能像 古时 硬 搞到花木兰 连他老爸 都本来要去 冲军 只不过 幸好 花木兰 代赴冲军 现在 俄罗斯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情况 应该不用 不会说 硬抓 老人家也要去 男人也要去 面对着这些 战争的冲突 带来巨大的损失 不单人的经济 还有社会等等 那个代价就太大了 见到 俄罗斯那边 也发起了号召 一些 壮丁 入伍的活动 在 俄罗斯 街上 有些人 拦着你 说 有没有兴趣 支持一下 来 招募 做下志愿者 他拦着那个 刚巧 如果我年轻的 都会去 不过不行 我太老了 那个 阿叔还紧握着拳头 哈哈哈 如果给我们去 一定是打爆他 再去 鎮问 似乎 一句报道 那个 热情 是不高 其实 大家都叫 姐姐地皮 甚至乎有些 阿姐走出来 骂 哎呀 战争 太痛苦了 甚至乎 都不想 再去 谈论 然后有记者 会问一个 有儿子 然后他说 哎呀 我的亲属 都 想 参军 然后 然后 说 不要 再问 那你为什么要去呢 你可能回不了 回来的 只是一条尸体 然后 其他街坊 说是呀是呀 真的很多尸体 就送了回来 因此 就算 他们现在 俄罗斯那边 就播了一些 希望年轻人去参军招募的视频 不过都 好像 不太行 因为一来拍得很肉酸 二来 又太过粗糙 如果大家 刚才都听到了 那么多 这些叫做 丧生了的士兵 送了回来 其实 士气 真的会大减 而且 太多这些故事 流出来 还哪有人敢去 是吧 自己怎么想呢 伤心那个是你自己的家人呢 你说为了个国家 要保卫家园 是不是去到这么热血呢 和今次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样做呢 就算说到 现在招募新兵 那个数目 是预备了 很大量的 叫做 现金 据说 新招募的士兵 就 每个月 人工 大约 接近 算一条数 4万多港元 港元 但有些 就说 4万多元 都没用 他觉得 好像 受骗 那不是骗的 只不过 看你够不够胆 过去 对不对 也有些 访问看到 例如有个妈妈 就说自己在莫斯科的面包工厂 找到一份 兼职 还说 包装一下面包 这些很简单 很重复的工作 他为什么会走来做这份工作呢 因为 他说他的儿子 在战事里面 跪了天 他说 回到家 赌物私人 不如 就在这里 包一下面包 就算了 希望 可以暂时 忘记 这个叫做 喪止之痛 那些 他一静下来 就会马上想起 哎呀 那时候 其实都叫个儿子 不要去乌克兰 哎呀 那里在打仗 你会被人打死 妈呀 没事的 谁知道 有命去就没命回 其实这些叫做 战争所带来的悲剧 刚才都说了 杜金的女儿 只不过是其中一宗 我们刚才提到 这个面包工厂 一个兼职 姐姐 他的儿子 可能你看他 平时 正英英 包面包 原来 他有一个这样的 故事 不说你都不知道 另一方面 不知大家有听社长讲 就 关于 美国对于 乌克兰 这一个 国家 究竟是不是需要 帮手 现在我们看到的消息都说 美国国防部 亦都是正向 乌克兰方面 运送一些新的武器 装备给他们 希望他们得到协助 能够 和俄罗斯的 军队 来一场 近距离作战 做准备 哇 我看到这里 人都 我自己都觉得 好伤心 如果大家有打过 户 要去到 近距离作战 其实那个危险程度 是极高 户 户 打下去 不会死人的 但是如果你 去到巷战的情况下 要近距离作战 真的 那个 伤亡会很惨重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有什么 无人机 可以扔菠萝 下去 或者通常 用 战斗机 凶杂 等等 那个效果 可能 可能 连平民都 搞定了 但是 那个 对于 敌军 那个攻击 或者那个叫进攻 的影响 是非常有效的 和也都叫减得低 自己 那方面的 伤亡 也都说回最新的计划 第一步似乎 都未必要解决得到 乌克兰军队 现在发动的反击 所需要的 武器的不足 那个问题 那究竟要怎么样呢 如果你还继续 丢多些给他们 等他们 互相 再去 凤下去 见到这件事 令人贪心 如果你用这样的 形式去支持他们 你说 对他们不伤 他们的经济 方面 这里又牵涉 另一些 问题 里面 有机会 我们可能 或者可能再深度一点 去说一说 好 回来说 另一些 有趣的新闻 每年的8月20号 都是匈牙利的 国庆日 又或者叫做 开国纪念日 本来 原定 他们那晚 就要 举行一个 自称 欧洲最大型的 焰化show 活动 不过 很搞笑 在 焰化show 开始之前 的7个钟 官方 就说 极端天气 为理有 推迟了这个活动 怎么知道 你说 有极端天气 很劲 狂风暴雨 借东风 这款 本来都没事 放不下 天分地暗 怎么知道 当晚 风平浪静 好 爆笑 一点 大家 民怨四起 要决定 开除 他们的 类似天文台台 台长 副台 都要来平息民怨 几快下台 搞笑 他们的准备活动 有四万发 的 烟花 要射上去 想着 在首都 多鲁河 河岸 附近 有五公里 那么长 因为 过去 那个位置 可以起码 吸引到 200万人来看 你想想 200万人本来会过来看 现在 没有人来 一个都没有 变到那一带 本来想着来做生意 完全 一片死直 之后 他们那个 气场局 在facebook 公开道歉 所以 有时 香港朋友 就说 天文台 有没有搞错 明明 去到 黑乳那么厉害 还是红乳 还是黄乳 我们踢了只狗 下台 又或者可能 现在明明很大风 为什么不打爆风球 下台 这些真的够了极端 是不是 再爆笑一点 就是 有些人 说 大概有 接近10万人 网络联署 呼吁 就是说 他们现在 有没有搞错 在乌克兰 这些俄罗斯 打到飞起的情况下 竟然 在取消了这个 烟花秀 搞到 大家 很素兴 打算看 开心点的 又有 不过 市民的反应 都挺两极 有些就说 不要啦 不要 去搞一些烟花秀 人家都打到这样 很惨 我们还在 光暴声评 玩什么 不要啦 不要啦 那些 两看 我自己就 没有特别看 我自己就比较怕看烟花 因为我觉得 很逼 当然 如果是 现场看 又真的好看 今天 网组国际 新闻时事 暂时讲到这个位 多谢大家支持 拜拜